面對美國接連發生的爆炸槍擊案 槍枝管制問題再次受到關注 但你關心 美國國會參議院周三 對槍枝管制改革法案進行了投票 不過沒有得到可通過的票數 這項提案由兩黨參議員共同起草 其中每一條將加強槍枝管制的修宣案 都得到了多數 甚至絕大多數美國人的支持 不過卻仍然在投票中被參議院全部否決 我們的華盛頓觀察 這次送達參議院的提案 包括了九項修正案 政策都比較溫和 可以說對槍枝權力捍衛者 做出了很大的讓步 不過雖然目前參議院由民主黨控制 但是為了防止保守派參議員 加入削弱槍枝管制的修正案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哈瑞·李德 不得不與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 達成了協議 任何修正案都需要至少60票 才能獲得通過 而在九項修正案中 首當其衝的便是 擴大對購槍者的背景檢查 這在各個民調中 都得到了超過九成的支持率 在共和黨人中也超過八成 起草這項修正案的是民主黨參議員 喬·曼欽和共和黨參議員帕特·圖米 之前他們都被全國不相協會評為了A級 但這項修正案依然沒有獲得足夠的票數 以54比46被否決了 其中有四位共和黨員支持 四位民主黨員反對 提出反對的民主黨員都是深處紅色州 要在未來面臨嚴峻的連任挑戰 哈瑞·李德在最後一刻把投票由支持變成了反對 這是一種立法策略 可以保證這次修正案再次被提上參議員